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可以 基本上是一样的 阿根在介绍怎么做 那因为这次我们要做奶油薯条 其实它的方式也蛮简单 那当然这次我们会直接来示范 怎么去做奶油薯条 那首先因为我们这是厚片组织的部分 我们会先做切边 那其实有些人要切边 有些人不切边 就跟哈密瓜一样 就跟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一样 那我们先来示范一下 首先我会先把四个边 直接削掉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没削边的话 它就可能会比较外皮 外层那边会比较乱 也会比较完整 也会比较酥脆 因为其实毕竟它那个吐司的边条 的部分还是会偏硬 吐司变很好吃阿 是还不错吃阿 你是不是不喜欢 你跟他表示词意了 还好还好 没有迟疑太久这样 那我们边条切完之后 我们会分正四个等份 那如果说你想要再小调一点 当然都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就直接四个等份这样切 就好了 那到我家是越来越好了 还行还行 公司开这个节目就是训练你的处理 训练硬波这样 以后不干了 就可以开闪丁了 那我们会直接 泡在这个奶油上面 那奶油部分我们会先 在气炸锅里面 去做让它去做软化的动作 所以这锅里面只有奶油 没有加任何的东西 就是非常的单纯 它这一次的材料就是只有奶油 吐司跟糖 非常的简单 那当然还需要一个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气炸锅 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 以后是不是都不用主持人啊 还是要还是要 那我们会先沾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 尽量沾的时候要快速一点点 快速就是不要让它一次吸太多 那个奶油进去 吸太多就是它味道会比较重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奶油 就会发现它不够用 所以这就表示 如果喜欢味道比较终于你的朋友 就是可以吸久一点 你可以吸久一点 那我再示范一次 其实非常的快速 所以这个不能加什么牛奶之类的吗 你要加也可以 但是加的就有点会 变成像法式吐司那种感觉 哦 那我们下礼拜就来介绍 怎么用其他锅做法式吐司 诶 这个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然后原料这边就会多一锅牛奶 对 那我接下来 我把它全部先都弄好 其实用完之后 它那个吐司看起来就非常的光泽 非常的亮 你在抖什么 有吗 有吗 我自己是觉得没在抖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成品 就是沾碗 那 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做一个撒糖的动作 撒糖 撒糖 来看一下哦 有没有 沿在上面跳躍的感觉 不是不糖吗 诶 糖啊 什么啦 被啥言歌误导了这样 失言失言 马上就失言了 有现在变成吃糖 吃糖 吃糖 有 其实喜欢甜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加多一点点 这样子 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完成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 稍微看到它的糖粒 其实都黏在上面 那烤出来之后 其实会更明显 它糖的那个表现会更明显 就是 它黄黄的就是皮上面 就是快嚼掉了 对 也没有到 对 焦糖 有一点点啦 对 然后吃起来其实有时候可以吃到一些 糖的那个颗粒的状态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哇 剩16秒而已 还蛮快的 那我先把东西撤到一边去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 出乳我们的奶油薯条啦 它奶油薯条的时间呢 我们通常是150度 然后我们是用10分钟的部分 基本上这时间不会太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唇皮 有没有看到 大家还有影响喔 非常的漂亮 而且 刚刚说的糖粒有没有 就是在上面 它其实还是结晶的形状 但它其实已经黏在土 那个我们的土是上面 对 那我先来摆盘一下咯 移到后面 那我们这一次呢 这里面有做了两种款式 像这个的话 是我们是直条的方式 就是一整条 那也有时候为了方便就是可能 吃啊 就是小朋友吃 就是会选择是采用 像是我们会 弄成一小块 就刚好 骰子鸟 骰子鸟 一口大小 骰子书条 骰子书条 这样一口可以去夜市摆摊了 骰子鸟 骰子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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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这边这样 那其实书条就是 其实它出来的口感 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 就是非常的酥脆 尤其是像这种小 因为我们其实喷料时间是一样的 就是它不 就是如果说它是比较小的话 它本身它会更酥脆一点点 对 那有没有想要来试一下 那你都这样讲了 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 像它真的蛮酥的 听到那个声音 开开开 哎哟哎哟 先 试一看 试试看 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啊 有点油 外皮是酥脆 因为就是 如果说你沾比较久一点 它就会稍微油一点 真的耶 蛮油的 蛮香的啦 很香 其实最主要是那个香度 我觉得是够的 那其实 因为像我们外面的奶油酥调 会比较酥脆 那我们这个脆度 是选择是比较 就是可能外面是酥 但是里面是松软的那个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里面其实都是松软 还不错 那如果说你可能想要里面也是酥的话 那会建议说你可以再增加一点时间 可能就12分钟 13分钟这样 就够了 对 它的口感可能就会跟你在外面买的 是一样的那种酥脆口感 可是我觉得这样是蛮不错的啊 我觉得好像很好吃的 它真的是好吃啊 不然就是 就直接切小块的 因为小块 就是一口大小 一口大小 它里面其实就是酥的 对 面积比较小 没错就是这样 就是 其实这是随意去做调配 这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做的好处 对啊 这就是料理的乐趣 对 没错 这就是料理的乐趣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气炸锅 就差不多结束了 就到这边啦 那 想要看一下 详细的完整 我们明天 这其实也不用 也不用 就是特别难 还是会有啦 因为我们还是要就是 详细怎么做 大家还是帮忙我们一下 就是点一下文章 对 对 越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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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那个 多多支持 对啊 多多支持我们的那个 好 那我们今天的气炸锅料理师 就到这边啦 拜拜 拜拜